43岁的陈乔恩近期因为身患一种怪病而上了热搜 引发了无数人的关心 而这个秘密之所以会暴露 主要还是因为其丈夫艾伦的一句无心之语 那是在综艺《妻子的浪漫旅行》里 新婚还没有一年的陈乔恩和艾伦作为嘉宾参与其中 或许是因为平时相处习惯了 艾伦在与陈乔恩对话的时候一点都不会顾及镜头 什么话都往外说 还时常拿陈乔恩睡觉打呼这件事做调侃 陈乔恩对此有些小尴尬 而观众们也觉得有些好笑 毕竟言情剧《女王背地里》居然睡觉打呼 这个反差确实有点好玩 不过玩笑归玩笑 事后陈乔恩还是郑重的就自己打呼这件事发文 既揭露了老公艾伦婚后的真面目 也公开了自己的秘密 原来陈乔恩之所以会睡觉打呼 是因为她生病了 每当夜晚来临 陈乔恩在床上入睡的时候 她就会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 做出巨大的含声 用丈夫艾伦的话来形容 就是甜美般的睡脸 竟然发出恐龙般的呼声 而这其实还不算什么 最让人感到惊吓的是 陈乔恩经常会在打呼期间突然失去了呼吸 就像电影中演的那样 如果你把手放在她的鼻子下面 你会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气息 这样的情况几乎每晚上都在上演 和陈乔恩在一起后 艾伦就因为发现爱人有这个病症 而一晚上惊慌失措 她生怕对方睡着睡着就发生了意外 再也醒不过来 事后 陈乔恩被丈夫的关心所感动 也是在丈夫的提醒和半通下 陈乔恩前往医院去做了检查 而后面得到的检查结果 则是让陈乔恩直接愣掉 其实被检查结果震惊到的 不只是陈乔恩 还有医生 因为陈乔恩这种病况 确实颇为严重 根据检查显示 陈乔恩得的是一种叫做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疾病 该病又叫做呼吸暂停综合症 是一种具有潜在致死性的睡眠呼吸疾病 具体表现就如陈乔恩这般 在深度睡眠期间 患者不仅会打寒 而且会经常性地发生呼吸暂停等情况 去医院做了深层脑电波之后 陈乔恩才发现 原来在她入睡的时候 呼吸居然会在一个小时内 惊人地暂停25次 而且每一次的呼吸中止时间 都会长达50秒以上 这也意味着 深度睡眠近一半的时间 陈乔恩都没有呼吸 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说她每天晚上都在受折磨 一点都不为过 我不想仓促不入婚姻的殿堂 除非我能找到一个 爱她爱到想要和她共度余生的人 2022年 偶像剧天后陈乔恩在一档节目中谈到了自己对婚姻的看法 这种观念也符合当下年轻人对婚姻不安于现状的婚姻态度 所以 陈乔恩一出这个概念 再加上她偶像剧天后的身份 让广大网友觉得陈乔恩说出了心里话 是大家网络上的代言人 不过 这样的纯爱观 与陈乔恩这么多年的失传并不相符 当她遇到一个时 她几乎爱上了另一个 演戏的时候 她要与男主角发生化学反应 那她就替陈乔恩收拾这么多年的瓜吧 陈乔恩 男人就像衣服 想换就换 2003年 刚刚在影视圈展露头角的陈乔恩 被曝有了第一任绯闻男友 就是与她一级出演千金百分百的演员 霍建华 当时 霍建华凭借之前的配角 已经俯获了很多少女的心 那时候 她算是炙手可热的明星 所以经常有狗仔偷袭她 就在2013年12月 狗仔队拍到了陈乔恩和霍建华一起逛街 女方正在为男方挑选 这显然是亲密伴侣才会做的事情 于是在网友们的细心挖掘 和狗仔队的猛烈追问下 这段地下恋情终于被摆上了台面 但是当时 台湾省的经济公司内部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没有经济公司的允许 是不能谈恋爱的 尤其是那些出演偶像剧走红的明星 灰掉粉 于是 经济公司最终决定 暂时把名气不如霍建华的陈乔恩 暂时藏了起来 待风波过去后再放人 如果按照偶像剧《玛丽苏》的剧本 下一步 两个相爱的人应该一起进退 一起受苦 但现实就是现实 没有未来的感情 谁也不能付出太多 连累自己的视野 就这样 两人分道扬镳 霍建华开始进军内地 而陈乔恩只能默默忍受 被冷藏和失去男友的痛苦 据说多年后 有人问霍建华 当时为何与陈乔恩分手 霍建华说 因为他要的太多 我只想专心做事业 这是很多网友眼中 典型的没心没肺的一句话 当这段感情不再被提及时 陈乔恩的事业达到了顶峰 2005年 雨明道主演《王子变青蛙》 这是众多少女偶像剧的白月光 也是爱情的第一任老师 虽然电视剧火了 男主火了 但是很多迷妹 都把女主当成对手了 陈乔恩虽然成名了 但也被诟病配不上男主角 面对自己的恶评 陈乔恩没有言语回应 直接用行动宣战 那时 明道和陈乔恩在夜店相聚的时候 陈乔恩知道狗仔偷拍 上演与明道的热吻宣示主权 只能说 这位姐姐太勇敢了 只是这对不被众人祝福的爱情 并没有掀起什么水花 就草草结束了 可能这些年遇到的男人都不太般配 没过多久就分手了 所以陈乔恩特别想和他 找一段不会分手的感情 就这样 他认识了一个外人 也是外国人 叫迈克尔 是个高大的男孩子 陈乔恩站在他身边 是典型的小女人 或许 这就是陈乔恩想要的安全感吧 两人每次被记者拍到都非常甜蜜 或许在那个时候 很多人都认为 陈乔恩马上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了 但显然不是 陈乔恩与秋泽 蓝正龙共同制作了福气又安康电视剧 很显然 这两个人都非常帅气 让有着少女心的陈乔恩又一次被打动了 但他不能同时爱上两个男人 他只能选择一个 所以陈乔恩选择了秋泽 放弃了同样养眼的蓝正龙 这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狗仔拍到 陈乔恩在秋泽家过夜 虽然后来陈乔恩出来澄清 自己确实去过秋泽家 但他肯定没有过夜 只是停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而陈乔恩随后却表示 自己是真的暗恋秋泽 这就证明两人当时至少是有过绯闻的 不过当时陈乔恩的绯闻男友是蓝正龙 陈乔恩想着既然打定了主意 就要斩断和别人的暧昧关系 于是上演了电视剧时不让蓝正龙碰他身体的戏码 就是一部剧告诉吃瓜网友们 我有男朋友了 必须遵守女德 不过大家不要忘了 此时的陈乔恩还有一个真正的男朋友 就是那个老外 所以记者也记起来了 问起陈乔恩和那个老外的关系 陈乔恩说 自己和老外相恋四年 2008年老外分手 可兜兜转转 秋泽还是没有留住陈乔恩的心 陈乔恩在内地发展期间 结识了第一任绯闻男友霍建华 并于2012年一起出演了《笑傲江湖》 不少网友认为 陈乔恩版的《笑傲江湖》 最终应该是陈乔恩饰演的东方不败 真的深得霍建华饰演的令狐冲的芳心 两人应该在一起了 但最终 东方不败死了 令狐冲和任氏在一起了 不过 虽然电视剧中的角色没有走到一起 但现实中却传出两人再次复合的传闻 2013年 陈乔恩发了一条微博 写着 早上六点起床 想猫也想你 并配上了一张手表的照片 眼间的网友发现 这块手表和霍建华之前戴的那块一模一样 再加上充满爱意的配文 让大家开始传出两人复合了 但到了12月 这个猜测就落空了 因为霍建华官宣结婚 而对方不是陈乔恩 而是林心如 陈乔恩 偶像剧照成真 投降 或许陈乔恩在感情上真的受了伤 好几年都没有再传出废文 直到2022年 40岁的陈乔恩登上了第二季爱情真人秀 女儿们的恋爱 他相亲的对象是富二代艾伦 陈乔恩饰演的偶像剧真的是一代人的回忆 即使现在看着依然能触动少女心 其实陈乔恩无论是经历了少年时代的那些坎坷遭遇 还是出道之初的诸多挫折和冷遇 还是多年来的感情之路并不平坦等等 他都没有改变他的少女心 庆幸的是 现在他拥有了偶像剧女主一样的爱情 希望他能一直幸福下去 只希望我们每一位拥有少女心的人 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拥有一段不会落定的婚姻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